你就是龙门标局总标头都大井 我就是 我姓英 特来要你保套标 英素素带着于代言来到龙门标局 要总标头都大井在十天内 将于代言平安送去武当 若是出了半点差池 不仅都大井要死 整个龙门标局也会鸡犬不留 条件并不苛刻 只是语气挺大的 这是两千两黄金 是你保标的费用 这趟标你接还是不接 好 这趟标我龙门标局接下来 都大井接下了这趟标 当即带着于代言前往武当 经过将近十天的加急赶路 都大井一行人来到了武当山下 却被三个白衣男人拦住去路 来找报名 武当宋远桥 总标头 这是武当气侠之手的宋大侠 我知道 撤 都大井见识宋远桥 放心地把于代言交了出去 让这个所谓的宋远桥 轻松带走了于代言 可很快都大井就察觉到了不对 不对 武当派怎么会知道我们保的标是于代言 宋远桥又好像是专程在等我们 有问题 一定有问题 不仅有问题还有大问题 带走于代言的两人 正是赫赫有名的玄民二老 而他们则是受成坤的指使 成坤为了挑起少林和武当的争斗 用出了少林大力金刚纸 废掉了于代言的四肢 让他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废人 少林武当 必会为于代言 生仇结怨 宋远桥 你有没有搞错 你看清楚 看仔细 他才是宋远桥 你起地 请不冲动 都大井察觉不对来到武当 将山脚下发生的事情告诉给了宋远桥 宋远桥得知有人冒充自己 带走了受伤的于代言 连忙命令众人下山寻找 张翠山和英离婷经过一番搜寻 找到了成为废人的于代言 两人将于代言带回了武当 请来张三丰替于代言疗伤 张三丰发现于代言中了毒针 运起魅力替他逼了出来 毒针放在清水里 紫色的毒素立刻蔓延开来 显然毒性非常的强烈 可这种毒素并不致命 真正要命的是 有人用大力金刚指 废掉了于代言的四肢筋骨 武当少林从未骄恶 他们总会吓死多少 是 对了 武师哥 你好像说过 三师哥带着屠龙刀 找你一步回武当 是 英离婷见于代言 被大力金刚指所伤 身上携带的屠龙刀又下落不明 不由地怀疑起了都大井 因为他是少林寺的俗家弟子 为了查清楚事情的真相 张翠山决定前往龙门标局 找都大井问个清楚 然而成坤和玄冥二老三人 却提前一步来到了龙门标局 使用武当派的剑法 灭了龙门标局上下72口 这样栽赃嫁祸得很辣计谋 让玄冥二老都不禁有些佩服 先是断武当 于代言四肢筋骨 再是灭少林 都大井满门 一招接一招的栽赃 成坤 我玄冥二老一向行事 作为一狠辣建成 没想到 时间来到三天后 张翠山终于来到了龙门标局 可等他推开标局大门 却只见到了都大井等人的灵位 少林寺的两名僧人出现 二话不说就攻向了张翠山 张翠山动手击退两人 询问其两人的法号 两位是谁 请图法号 原因原意 原来是少林原自卑的高僧 不知我可有得罪少林 两位要对我出手 凡事都要讲一个理字 原因替都大井收尸 发现他们是死于武当剑法之下 并且都大井曾向少林寺求救 说他得罪了武当派 如今又恰好遇见了张翠山 明显这就是张翠山下的毒手 张翠山竭力向两人解释 两人却不管不步 要把张翠山抓回少林再做处置 张翠山不愿束手就擒 再次与原英和原业交起手 两人作为原自卑的僧人 都是武功一流的高手 张翠山遭到两人围攻独木难支 一个不慎被打成了重伤 射出文须真打瞎了原业的双眼 张翠山趁着这个间隙 施展轻功离开了龙门标局 最终被殷素素所救 殷素素将张翠山带回了天鹰教分舵 学着当初张翠山的样子 用主管给张翠山喂药 经过几天的休养 张翠山总算是恢复了过来 不久后 鹰野王前来通知殷素素 白眉鹰王鹰天正发出武林帖 邀请各门各派前去王盘山 于9月初九举行杨刀立威大会 点名要殷素素来主持大会 殷素素没有办法 只好带着张翠山去王盘山 张翠山这才得知殷素素的真实身份 今日杨刀立威大会 由本教小姐殷素素主持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 你是天鹰教教主的女儿 你也从没问过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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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